第275集 真人CS 你给我少来 我告诉你啊 杜小婉不是那么好惹的 他家里很有势力 他姑姑还是势力的高官 你要是惹了不该惹的人 到时候我也救不了你 莫小玉吓唬顾一一道 这丫头胆子太大 昨晚的事看来啊 还没让他吸取教训呢 给他点好脸色 他就开始出幺蛾子 哥 我只是说说 我又没做什么 姑一一嘟着嘴说道 姑一一又去煎药了 莫小玉躺在床上 想着这个时候 丁安仪是不是已经走了 这件事他惹得如此之大 看来这辈子都别想在唐州了 除非莫家倒台 这对老家在唐州的丁安仪不失为一种惩罚 一大早 龙又轩得到了一个消息 董天明的儿子董子墨从北京回来了 龙又轩本来已经快要吃完早餐了 但是随即放下饭碗走到了阳台上 拿出手机 拨了莫小玉的电话 此时啊 莫小玉刚刚把一碗又黑又苦的药给喝完 嘴里那叫一个难受啊 但是学乖了的顾一一啊 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本事 端着一只碗 碗里有红糖水 他先是喝了一口 然后呢 吻向莫小玉 一口将甘甜的水送到莫小玉的嘴里 这样一来呢 本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在顾一一的服饰下却成了一桩美食 刚刚喝了两口 莫小玉就把碗接过去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呢 将顾一一按在了餐桌上 但是恰恰此时卧室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开始时呢 莫小玉也没在意 心想啊 也不知道谁打来的 待会儿再打回去就是了 眼前最要紧的事就是把这个小妖精就地正罚了 但是手机响了一次又一次 一直到第三次时 莫小玉才意识到可能有急事 于是 暂时放下顾一一去接电话了 这时候呢 顾一一也是不上不下 不禁开始咒骂打电话的人 莫小玉拿起手机一看 是龙又轩打来的 这倒是很意外啊 这么早 他给自己打电话干什么呀 喂 师姐 这么早啊 莫小玉问候道 你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不接电话 龙又轩非常生气地质问道 哎呦 师姐 我这不刚起来吗 正在蹲厕所呢 这蹲了一半到卧室接你电话呢 你看我这蹲了一半再去干别的事 再回去蹲可难受了 好了好了 你怎么这么个恶心 今天也没事吧 陪我出去一趟怎么样 龙又轩问道 出去 去哪儿啊 去哪儿 先别问了 这件事非常重要 你开车吧 你不是有豪车吗 开着到学校去接我吧 我在校门口等你 龙又轩不容分说道 不是 师姐 那不是我的车呀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墨小鱼问道 到了你就知道了 开车来接我吧 龙又轩说完就挂了电话 不再给墨小鱼解释的机会 放下电话出了卧室 看到顾依依早就把早餐给做好了 正在等着墨小鱼回来吃饭呢 墨小鱼满腹心事 也没有注意到顾依依的脸色 其实顾依依刚刚听到墨小鱼叫师姐 就知道对方是个女人了 阿哥什么都好 就是爱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搅在一起 这让他很不好受 但是却无可奈何 墨小鱼先是打车 去了饥可心的别墅开车 然后再去接了龙又轩 墨小鱼到了校门口的时候 看到龙又轩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龙又轩的打扮呢 让墨小鱼一愣 不是休闲也不是正装 反倒是一身的越野装备 背了一个大大的迷彩背包 这好像是要去野战呢 不对 这词不好 是去野游 师姐 你这是要去参加越野吗 墨小鱼下了车 帮着龙又轩将背包扛上车问道 算是吧 怎么样 你去吗 龙又轩问道 我这身衣服能吗 墨小鱼看了看自己这一身休闲装 非常有自知之明的说道 我呢 是参加了一个俱乐部 专门组织这种探险旅游的 其实呢 就是在周边的山里进行野外生存 怎么样 敢陪我去吗 龙又轩挑衅地问道 虽然隔着墨镜啊 墨小鱼依然看到了这种挑衅的眼神 嗯 好吧 那我就陪师姐走一遭 墨小鱼笑笑说道 很好 走吧 前面路口左转 有一家野战装备店 你去买几件衣服和用品 到时候换下来就是了 龙又轩满意地说道 果然啊 拐过弯 在艺术学院的隔壁 真的有一家野战用品专卖店 但是在下车的时候 墨小鱼没注意到 龙又轩伸手把墨小鱼的手机 给顺走了 然后呢 一起进了专卖店 开始时呢 是帮着墨小鱼选衣服 然后呢 让墨小鱼去一件件的试 趁墨小鱼试衣服的时候 打开手机 想看看他的通讯录 哪知道开机有密码 龙又轩气得一咬牙去了洗手间 将墨小鱼的手机扔进了抽水马桶的水箱里 这下算是彻底完蛋了 当墨小鱼发现手机不见了 是到了集合地点时 车上包里全都找遍了 但就是没有 龙又轩呢也帮着在找 可是依然没有 墨小鱼确实是想不起来在哪儿丢的了 即可先家里 专卖店 都有可能 算了 没了就没了吧 回去我陪你一步不就完了 你用我的手机 给你熟悉的人打个电话 告诉他们你手机丢了 要是找你的话 就打我的电话咯 龙又轩把手机递向墨小鱼说道 墨小鱼本想接过来 给杜曼学打个电话 但是想了想还是算了吧 和杜曼学的关系 能不让人知道 就不让人知道吧 这个所谓的俱乐部 其实就是一个野战真人CS游戏 所以真实呢 除了枪不是真的之外 其他的都是真的 一伙跑一伙追 歼灭为最终目的 墨小鱼当然是和龙又轩一组了 在墨小鱼眼里 龙又轩不过是个美丽柔弱的女人 看上去并不适合玩这种男人的游戏 而事实上呢 今天的游戏里也只有他一个女人 但是当游戏开始时 墨小鱼就傻眼了 背着沉重的背包 扛着几公斤的枪 穿梭在山道里 龙又轩 居然是毫无压力 墨小鱼要是稍微一松懈 就有被甩掉的危险